下一個我們要上的東西叫做鹽酸 鹽酸 鹽酸的是俗名 它是氯化氫水溶液 學名叫做氫氯酸 所以我以前告訴你 何者是存物質 何者是混合物的時候 如果它寫鹽酸就一定是混合物 因為鹽酸就是氯化氫水溶液 我們現在沒有教怎麼製造 以前的製造它是從實驗中來得到的 所以把它叫做鹽酸 我們平常在實驗室用濃度大概這麼大 看一下就可以了 學名叫做氫氯酸 然後呢 純鹽酸應該是沒有顏色的 但是如果一些不純的鹽酸 常常會因為還有鐵離子的關係 三架鐵離子 鐵離子應該是紅色的 沒有那麼濃 所以看起來是黃黃的 所以呢 會呈現淡黃色的 會呈現淡黃色 好 鹽酸是有毒的 會有傷害人的 它有刺激性的味道 會刺激你的眼睛跟黏膜 然後呢 傷害這些東西 所以要避免吸入或接觸 吸入或接觸 好 所以鹽酸 背一下 它的學名叫做氫氯酸 鹽酸是所謂的氯化氫水溶液 它 含有三架鐵離子 所以會變成黃顏色的 這是這個重點 叫做氯化氫非常容易溶於水 極易溶於水 所以可以用來做一個實驗叫做噴泉實驗 可以做所謂的噴泉實驗 能夠做噴泉實驗的就是因為它有極易溶於水 是這個意思 這邊有一個球 這裡面裝了氯化氫的 這裡面裝了氯化氫的氣 裝了一些水球 然後這邊滴管裡面放了一些水 然後把水擠進去一點點 氯化氫就會大量的溶在水裡面 然後使裡面的氣壓會變小 所以外面壓力溶壓之後就會使得 這邊管子的水就會噴出來 就形成了噴泉 這叫所謂的噴泉實驗 所以呢 理論上就是能夠做噴泉實驗的 就是因為它極易溶於水 可以來做噴泉實驗 那這個上面的有一點紅紅的顏色 是因為酸鹼止滋劑的關係 所以呈現有顏色 我這應該是無色的 除了鹽酸可以做噴泉實驗之外 氨也可以 氨也可以 我們後面要提到氨也是極易溶於水 可以做噴泉實驗 因此這兩個碗頁能不能用排水集氣法收集 不行 鹽酸氯化氫比空氣重 用向上排氣法 氨比空氣性用向下排氣法來收集 氨化氫的性質 打開之後會有個白煙 那個白煙就是氨化氫溶於水 形成的鹽酸液滴 我們稱之為酸物 我們稱之為酸物 小小的鹽酸小液滴 小小的小液滴 然後我們鹽酸是一個非常 具有非常標準酸的性質的東東 我們前面交過活性大的金屬加C C酸會產生什麼? 氫氣 所以呢 這就是活性大金屬加C酸會產生氫氣 會產生氫氣 然後這是以前的一個重點 現在不太重要了 就是鹽酸跟氨可以互相檢驗 想知道它是不是鹽酸拿氨來 想知道它是不是氨拿鹽酸來 因為兩個會有一個反應 叫做氯化氫跟氨會產生白色的氯化氨固體 白色的氯化氨 這是一個重要的反應 以前還有做一個擴散實驗 管子 左邊跟右邊 一邊放鹽酸 一邊放氨 然後會產生白氨 然後看擴散的結果 但現在已經不交了 但是這是 連國外的書都會提到一個重要的作用 氯化氫跟氨 作用會產生白色氯化氨固體 然後呢 所以剛剛跟你講 互相檢驗 想知道你是不是鹽酸 拿氨過來揮一揮 想知道你是不是拿鹽酸過來揮一揮 如果會產生白鹽 就對了 白鹽了 然後產生白色氯化氨固體 那氯化氨本身是容易容易水的 氯化氨本身是易容易水的 OK 好 用來鹽酸用途 洗廁所跟洗金屬表面 所以上次做實驗的時候 要你把用過的燃燒池 拿到鹽酸裡面去 喇喇耶 洗一洗就是這樣子 它用來洗金屬表面的 然後呢可以製造PVC 我們後面會稍微帶到它 我們沒有教你怎麼製造 它會告訴你 它這裡有一些鹽酸的東西會出現 那看一下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有關鹽酸的部分 請問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 很好 下一個我們要教的東西叫做 醋酸 醋酸 醋酸也是俗名 它的學名叫乙酸 我們在後面教有機化 我會再說一遍 它沒有顏色但是有刺激性的味道 然後呢 醇醋酸 醇醋酸 很容易凝固 變成固體 所以把它叫做冰醋酸 冰醋酸沒有水 所以就沒有解離 沒有解離所以不成酸性 不成酸性 這種醇醇的 沒有水的就沒有酸性 比如說純硫酸沒有酸性 要有水才會出現酸性 但基本上你沒有搞出純硫酸 碰到你自己就一定有水 因為它會吸水嘛 它會脫水 會脫水 所以冰醋酸 純的醋酸 很容易變成固體 變成固態 所以叫做冰醋酸 因為它沒有溶於水 所以它不具有酸性 然後我們平常吃的醋 大概含3%到5% 應該是用發酵法來製作 但是呢 不肖商人會拿冰醋酸 然後加水喇喇 放點色的醋 放點香料 就變成你喝吃的醋了 喝吃的醋了 像之前的食安問題就是說 我希望它是有自然釀造的 是有發酵嘛 我們後面會教 然後但是呢 我們也可以用加水喇喇的方式來製造 剛剛講過了 純純的 純純的 酸 或者是純純的鹼 沒有溶於水的 是沒有酸性的 沒有酸性 沒有酸性或沒有鹼性的 所以冰醋酸是中性的 因為它沒有溶於水 沒有溶於水 OK 後面的 後面的情況也是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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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後呢 基本上沒有什麼純鹽酸 因為什麼叫鹽酸 綠化金 水溶液嘛 所以沒有什麼純鹽酸這回事 沒關係 這就是有關於醋酸的部分 OK嗎 請寫課網練習 請寫課網練習